歡迎來到醫神獨角 今天我們要破解的是 無限挑戰的公孫戰 最終破解白 訓練加成部分一樣繞抄就好 公孫戰無火 然後攻擊點到最後一個 潛能部分全部都走輸出 補助角色3、2 然後前排點怒焰 後排點恭喜 加12的部分點強攻 增加暴擊傷害 攻擊角色一樣全攻 王毅在前排所以點怒焰 然後猛擊 因為我們今天打的是全體不減圓 所以絕境對我們來說沒什麼用 公孫戰也是全攻 只有一個地方你自己做取捨 不管你是要戰役 對生命值低於50%的傷害提升10% 或者是破盾都可以 看你怎麼做選擇 戰魂方面兩隻主吸 弱點突襲其他的全部戰役爆發 晃武 王毅 三開必備 劉備如果沒辦法三開的話也可以 只是成功機率會比較低 這次的無限挑戰 傷害上下線落差很大 你正常全滅的話 大部分在一百零幾萬 可是如果你有辦法在單回合打出更多的次數 把全部的輸出灌在所寫的董白身上的話 最高上線目前已經看到三百多萬 那我目前自己實測是大概在兩百六十幾萬 然後重鎮會員群裡面已經有人刷出兩百九十五萬了 先跟各位講解一下陣容原理 王毅主要負責增加全體的存活率 包含劉備做控怒 不要讓董白去敲出他的打狗棒 馬雲路主吸 然後重點是後排這三隻連動 大橋爆擊之後會回怒 公孫戰怒功之後會為我幫後排回復兩百點怒氣 無火元哨怒功之後全體回復兩百點怒氣 所以如果你運氣好的話 大橋怒功啪啪回復兩次怒氣都有爆擊 公孫戰怒功再回怒 然後元哨怒功之後全體回復兩百大橋又可以再怒功 哪一個怒氣循環的追擊流 如果你今天還沒有到CH2還沒有抽姜維的話 我們只能先用馬雲路來補一點傷害 當然如果你已經CH2有抽滿姜維的話 上姜維在一回合內打出的攻擊次數會是最高的 我今天測下來 如果你只有馬雲路的話 傷害上限原則上在150萬上下 那如果你有姜維的話 傷害上限可以拉高到165萬 甚至有機會上看170或者是180萬 接下來就是CH3最高分數的陣容 所有陣容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多了兩隻強力回怒角 曹P額外多15%的怒氣值回復 那諸葛果回怒就不用多說了 包含他施放兩次怒功之後 陰陽狀態會同時生效 陰開會讓敵方武將怒功之前 降低怒氣最高的武將75%的怒氣 最多降600點 那陽開的時候 可以讓自己的隊友回復20%本次普攻獲得的怒氣值 最多120點 完美的回怒循環 讓整體隊伍可以在一回合內 打出好幾十次的攻擊 當然這也很吃運氣的成分 畢竟姜維的星火相傳只有75%的機率 影片後面就讓我們來算一算 這個陣容到底可以在一回合內 打出多少次攻擊吧 今天的講解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觀看 謝謝大家 假設你気流來,手上測 假設你流 amen快鬧 還說快來可以 Tube 我沒有回應,我沒有回應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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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